Namo Ami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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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 各位领友 Namo Amit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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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春节 正月初一 首先向大家拜年 恭喜心灵快乐 心灵吉祥 祝愿大家身心健康 福费增长 在心灵的今天 法人的世界 都是先到寺院或庙宇去上香 祈求一眼能够如意吉祥 能够平安 无灾无难 那如果是学者的人 往往往是先到寺院去参加供修 一般这个时候的供修都是拜三千佛 那我们这个道场 供应念佛会 是专修净土中 始终以念佛为主 我们所念的佛 是Namo Amitah Namo Amitah 是怎样的一尊佛呢 在经典上 释迦摩尼佛介绍说 Namo Amitah 是十方诸佛的佛王 在佛的当中 十方诸佛的当中 是最尊第一的 因此 我们尊练 让阿弥陀佛 最尊佛 就等同于 我们尊练了十方法界尊佛 不只是三千佛万佛 我们要练三千佛 要练万佛 不容易时间要很长 我们只要专练Namo Amitah 阿弥陀佛一佛 就包含了三千佛 万佛 十方诸佛 法界诸佛 有一句话说 阿弥陀佛是法界葬身 所有十方诸佛 十方法界诸佛的功德 通通就涵盖在里面 没有缺 没有肉丝 所谓 一点之计 在已村 于是自己占尘 那么一点的开始 我们 就来念佛 以念佛为 这一点的起步 那么这一点 就能够使我们 逢凶化吉 逾难成相 消灾免难 当然 我们不是一点的今天 才念佛 我们是一点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念佛 全年如休 尤其是 念佛的人 他的念佛 也不是特别的 刻意的 念佛 已经成为 他的生命 成为 他的生活 所以 他的念佛 就是 生活 生活 就是 念佛 所谓 念佛生活化 生活 念佛化 人 有两件 大事 就是 生命 的大事 人生的大事 生命 主要 要有依靠 我们的生命 谁能够让我们依靠呢 唯有阿弥陀佛 这有恩利的父母 将来会 离我而去 不能成为永恒 真正的依靠 恩爱的夫妻 即使孝顺的子子孙孙 也是 彼此 独来 独去 不能相提 不能相提 相伴 所以 彼此 彼此 独去 所以 阿弥陀佛 能够 能够 永恒 真实的依靠 能够 永恒 真实的依靠 能够 能够 阿弥陀佛 一佛 所以 阿弥陀佛 是 我们 永恒 真实的依靠 由阿弥陀佛 让我们 依靠 我们今生 今世的 生活 就可以 平安 喜乐 这是 生命的大事 人 不只是 活着这一辈子 死了 就如同灯面 通通 救门友的 并非如此 人 在这个世间 只不过是 一时的 短暂的 因缘 合合 而已 所以 是 短暂性的 存在 并不是 永恒不灭的 真实 永恒不灭的 真实 就是 我们 所谓 一般讲的灵魂 佛教讲的 阿弥陀 也是 的 这个 随个人的夜报 去 葡萄 转世 不断的 轮回 我们这样的 这个 人生 如果 是一直 轮回的话 那它的本质 就是痛苦的 因为 轮回的本身 就是苦 由于 我们不可能 生生世世 都能够生而为人 或出生天上 即使生而为人 也是苦 所谓四苦 八苦 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 愿真会求不得 无应是胜苦 即使生在天上 天寿很长 福报很大 一辈子在天上都享受天福天乐 但是 受病总有道的一天 受病一道 就会堕落 往往是三二道的比较多 所以 轮回本身来讲 它就是苦 因此 因此 我们的 人生 这个生命 必须 要有一个归宿 不至于 无穷无尽的轮回 那么 弥陀净土 是我们 永恒 安乐 的归宿 所以 阿弥陀佛一佛 既是我们生命的依靠 也是 我们 人生 永恒的归宿 因此 我们 就专念 那么阿弥陀佛 以阿弥陀佛为我们的生活 以阿弥陀佛为我们的生命 以阿弥陀佛的弥陀净土 为我们 人生 永恒 安乐 自在 的 归宿 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也就能够 获得了 跟阿弥陀佛的 所谓无量寿 跟无量光 也会 熏染 阿弥陀佛的 大慈 大悲 也会 显化 到死亡世界 救度众生 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 要专念 那么阿弥陀佛的原因 归类 来讲 专念 那么阿弥陀佛 等同于 论千佛 万佛 等同于 论 所有十方法界 诸佛 同时 也唯有 阿弥陀佛是我们生命的 真实依靠 是我们人生的终极 归宿 所以 无论我们生前 或者 生后 都需要 专练 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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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阿弥陀佛 今天 我们 在这里 专 念 彌陀佛 也就是 阿弥陀佛的 愿心 来讲的 阿弥陀佛的愿 是宏广的大愿 叫做宏愿 阿弥陀佛的心 是无尽的悲心 前几次 就 阿弥陀佛 在因地 法障菩萨的 死后 对四自在王佛的 赞叹 当中 吐露出自己 成佛 救助众生的 怨心 这就是 无量寿经的赞佛祭 接着 具体性的 法障菩萨具体性的 法院 就是四十八愿 就四十八愿 有做三种的 归类 之后 又 研讨到 法障菩萨发的四十八大愿之后 又再度 发了 一个愿 叫做 从四愿 也叫做 三四愿 也叫做 三四愿 那么今天 又 回转到 四十八愿 的这个 核心 四十八愿的这个 核心 有 几种 一种是 色生三愿 色生三愿 就是 十八愿 十九愿 二十愿 那么 如果 要再说其他的话 呢 譬如说 是 恬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力量 是我们成就的 所以 往生也好 倒架 慈朗也好 都是阿弥陀佛的力量 让我们成就的 这个就是 他利论 他利的理论 在这他利论当中 引用证明的 就是 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愿之中的 三个愿 就是 第十八愿 第十一愿 还有二十二愿 以 第十一愿 证明 阿弥陀佛让我们 往生极乐世界 以 第十一愿 证明 阿弥陀佛让我们在那里 快速成佛 以 第二十二愿 证明 阿弥陀佛 使我们能够到十方 广度众生 这三愿 都是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当中 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呢 是属于 色生三愿 这三个愿 色生 什么叫色呢 简单讲 就是 是 保护 救度的 意识 就像 我们 佛堂 两边的对眼 所引用的 说 光明 变造 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这段 法语 这首对眼 是 净土三经之中 观无量寿经的经文 所喊的 所喊的 异底 是说 阿弥陀佛 无量 无边 无爱的观明 变造着十方世界 所以 他的目的 是在于 救度 念佛的众生 所以说 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所以这个色 就是 摄取的意思 摄取就是 救度的意思 救度就是 平生的时候 保护我们 平安 临终的时候 接于我们 往生 这个就是 摄取 也就是 摄的意思 那么 摄生 就是 生就是 十方众生 救度 十方众生的 三个愿 叫做 摄生 三愿 其实 阿弥陀佛所发的 48大愿 每愿 都是为了众生而发的 可以说 每一愿 都是 救度众生 都是摄生 那为什么 独独说 这三愿 是摄生三愿呢 是由于 除了这三愿以外 其他的 对于我们的往生 极乐世界 来讲的话 他是辅助性的 只有 这三愿是直接性的 也就是说 其他的愿 辅助 引导 我们 向往极乐世界 撑起 撑谱 录基尘 与 录基尔 德公布 文化 群 甚至 有所谓 设生三愿,即第十八愿,第十九愿,第二十愿,众生根基千差万别,高下立顿不等,若干药归类,可分为三类。 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高下立顿等等。 那么阿弥陀如果设生救助众生的这个愿,只有一个愿的话呢,那就不能救度其他的众生,只能救度合乎这个愿的众生,与这个愿相应的众生。 那么很多跟这个愿还不能相应的众生,那就没有那个愿力,却救度他了,那不行,所以为了要救度使方众生,涵盖所有使方众生。 那么时空众生归类起来,既然有三类,阿弥陀佛当然也要发这三个愿,去弃应他们,相应他们的根基,来救度他们。 第十八愿之文,在净土终圣教集,六十六页。 第十八愿之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野词遍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具。 余生我活,乃至实念。若不生者,不取证诀。 为主5人,毁磅正法。 我们用河洛话练一遍 就是汉音、里南语 也就是台语 我练一遍,大家可以练一遍 神无敌忤 十方重心 寂心心禄 欲心莫过 难止失恋 有不心讲 不处境感 唯独魔力 诽谤静患 接下来第十九院之文 我们一起练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自心发愿 欲生我果 宁受宗食 假令不与大众围绕 先其人前者 不取正觉 接下来我用台语 大家跟着练 神无敌忤 神无敌忤 十方众生 十方众生 佛陀体心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修诸功德 自心发愿 欲生我果 欲生我果 欲生中世 欲生中世 驾礼不与大众围Pro 接下来第 20院之文 大家一起练 涉我德佛 十方众生 文我名号 信念我国 执诸德本 自心违向 毕生我国 护国税者 护取正觉 接下来跟随我类 执诺德佛 十方众生 文我名号 护良我国 十足德本 自心违向 毕生我国 护世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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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处 decades, 不处较бо 自信信了一生我国乃至十念 第十九院说 发菩提心修诸功德 自信发愿一生我国 第二十院说 无路名号信念我国 直出德本 自信回向一生我国 第十八院呢 是自信心乐预生在前面 就是信愿在前面 乃至十念 行在后面 那么第十九院跟第二十院 是行在前面 愿在后面 发菩提心修诸功德之后呢 自信发愿一生我国 第二十院也是 无路名号信念我国 直至德本之后呢 自信回向一生我国 这是有什么差别呢 第十八院是信受了阿弥陀佛的旧度 自然的愿生阿弥陀佛的净土 之后呢 这一世的愿生阿弥陀佛的旧度 就是信愿的归宿 就是信愿的归宿 是完全信靠著阿彌陀佛 以阿彌陀佛的功德 為我們的功德 來往生其樂世界 以阿彌陀佛的力量 為我們的力量 來往生成佛 這完全是靠阿彌陀佛 那麼第十九念就不是了 是靠自己的發佛的心 就是功德之後 發願來往生其樂世界的 這個後面會解釋到 接著請看講義 二 當基願與結緣願 此三願中 十八十九是當基願 二十四結緣願 當基願者順次往生 以及今生決定往生 結緣願者順後往生 以及二生三生之後往生 當基願者順次往生 就是現在的對象 也就是現在的對象 這一輩子 這一輩子就能夠往生 這一輩子往生的對象 叫做當基願 結緣願是當生 這一輩子還不能往生 沒有往生 等到下輩子或下下輩子 所以當基願是順次生 怎麼叫順次呢 順次就是這一輩子晚了之後 接著下一輩子 下一輩子 這個叫做順次生 那當然 網民極樂世界 不是說我抱盡了 才確定往生 是現在 信受民土救度的人 專稱民土 佛理願生民土 淨土的人 現在就確定往生了 這個叫做平生劣程 但我不是等待臨終才決定 所以當基願就順次往生 那結緣願就是順後 順後就是下一輩子順次還不能夠 必須是之後的二次三次 所以下一次還不能夠 必須二次三次或之後 這個叫做順後 接下來請看簡稿 第十八願 義中義 十八願跟十九願這兩個願 是當基願 但若世家推舊 只有第十八願才是 明陀本懷 才是榮術菩薩所判 異行道 此外十六法門皆南賢道 這是雖然都是當基願 可是卻有所不同的 來做一個比較 十八願十九願 雖然都是當基願 可是十八願是明陀的本懷 所謂本懷就是阿彌陀的目的 阿彌陀的目的 阿彌陀的目的 所謂法 釋迦瑪人所說的法門 判別為兩門 就是異行道跟藍行道 文士不在在異行品 就說 佛法有無量門 如世間大 有難 有益 入道不省 則窮 水道成喘 則樂 佛法有無量門 釋迦瑪人所說的法 無量門 所謂八萬四千法門 到了我們中國來 歷代在隋唐祖師的時候 就把它歸類為八大宗派 八道宗派 那麼淨土宗 是其中的一個宗派 那麼這個八道宗派來講 當然也是有藍行道跟一行道 那一行道就是淨土法門 除了藍行道之外的 所有各種各派 各種法門 都是屬於藍行道 藍行的法門 那當然 第十九念 法普林修祖公道 也是藍行道的一個內涵 接下來 因為第十八念講 只要信受民陀救度 願生民陀淨土 專稱民陀佛名 必生民陀淨土 所以是一行道 專念這句民陀佛名 即使小孩子會 英武也會 乃至心中 只要 義佛 念佛 可說 第十八念是 義中之義 義中之極致 這裡所講的 第十八念 只要信受民陀救度 有三十六個字 那麼這裡所講的 信受 願生 專稱 必生 是 二十四個字 文字不一樣 怎麼 可說是 就是 第十八念這樣講 是的 這是取義來講 把 第十八念 第十八念的意義 內涵 用我們 所容易理解的 來闡釋 這個叫做 取義 信受民陀救度 在第十八念的哪裡呢 就是 自信信道 自信信道 就是 信什麼 漏什麼 是 信民陀救度 所以這個信 是信受的意思 當然也是信順的意思 信就是相信 沒懷疑 受 就是接受 不拒絕 接受 民陀救度 那 願生的禁在哪裡呢 在 預生 過國 預生過國 是 阿彌陀佛對死亡眾生的呼喚 呼喚 我們要 往生他的極樂世界 才能夠 當生 離開六道輪迴 快速成就福道 那麼我們 學順 信順 接受 阿彌陀佛的 呼喚 阿彌陀佛的 救度 所以說 願生彌陀盡苦 也就是 阿彌陀佛所講的 預生我國的意思 那麼 專稱彌陀佛永 在第十八面的哪裡呢 就是 乃至實戀 這乃至實戀 平生的根基 就上進一輩子的念佛 那麼 乃至 臨終的根基 就 下至 下至 實戀 的 念佛 所以這個實戀呢 就是 十生 或者五生 三生 一生 一戀的意思 那這個就是 只要我們 敬我們 這一生 這一輩子 專業的稱戀 那麼阿彌陀佛的佛名 所以乃至實戀就是 專稱彌陀佛名 那麼 畢生彌陀佛淨佛 是在第十八院的哪個地方呢 在 第十八院的 做不生者 不取正卷 如果 這樣的眾生 阿彌陀佛不能使我們往生 他就不取正卷 不成佛 阿彌陀佛已經成佛了 所以 我們 願生成名 就 畢生彌陀佛淨佛 各位人友 南無阿彌陀佛 請問一下 那麼說這樣就是一行道 為什麼呢 因為念佛 即使是小孩子都會念 何況我們大疼 小孩子 雅雅學矣的時候 你教他練佛 他也會練 那麼他一練佛 他也能夠消滅藏 征服報 開智慧 將來呢 消災連難保平安 臨終 也能夠離開輪腿生淨土 所以 這個小孩子 一出生 還不會講話 就放 練佛基 讓他 熏悉佛號 一開始會講話 什麼語言 先不用教 先教他練 那麼阿彌陀佛 這樣的話 給他預先 做了上根 消了業障 假設他長到之後 有可能 什麼樣的業障 那麼在這個時候 雅雅學理的時候 已經練了佛 預先消了那個業障 長到之後 就不會受那個災難 當然最好能夠 在母親的胎裡面 就熏悉佛號 母親的胎裡面 怎麼熏悉佛號呢 就是母親保持正念 常常義佛 練佛 這個就是胎教 存著正心正念 常常練佛 那鸚鵡也會練 鸚鵡會練 鸚鵡是動物 當然人也是動物 只是人是萬物之領 其他的動物 都會練而換萬物之領的人 所以是 練佛是很容易的 那如果不是練佛的話 鸚鵡不會練 也做不來 不了解 不懂得 那小孩子也一樣 也做不來 不懂得 乃至心中 只欲佛念佛 乃至我們的心中 心中 沒有練出嘴巴 只是想著佛 心中 想佛 想念佛 這個叫做意佛念佛 也同樣是乃至實練 所以是顯示它的這個容易性 那當然 我們有嘴巴 能說話 我們 我們 就 盡量用嘴巴來 練佛 為什麼呢 嘴巴一練佛 全身心細胞 就都練佛 那如果 只用意佛練佛 可是我們 妄想雜練的多 往往 練妄想 練雜練 當然 初生念佛 也就稱名念佛 也是有妄想雜練 但是呢 比較 不會那麼粗 假設 假設 初生念佛 妄想雜練 很強的話 那 不知不覺 就沒有初生念佛了 就練不出來了 因為 心到別的地方去了 所以說 第十八願的念佛 是意中之意 而且是意形之極致 意形到了 最徹底的了 沒有比這個更容易了 叫做意形之極致 那如果第十九願來比較的話呢 就不是 請看講義 第二 第十九願 意中藍 就是意中的藍行 第十九願是屬於 淨土中的藍行道 也就是 發菩提心修出功德 然後 回向往生 當然 跟聖道們的藍行道相比 還是屬於意形道的範圍 但卻是意中之藍 而第十八願是意中之意 這是相比較來講的 第十九願的內容 主要就是發菩提心修出功德 發菩提心 就是所謂的四孔誓願 發四孔誓願的心就是發菩提心 四孔誓願就是 眾生無邊誓願度 環環境誓願斷 法文無量誓願血 葡道上誓願場 這就是發菩提心 那麼這個發菩提心 是屬於聖道們的菩提心 那修出功德 修出功德就很廣泛 後面會顯示到 那麼第十九願是有條件的 它必須是發菩提心修出功德 而後回向往生 那如果它不發願往生的話 就跟阿彌陀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第十九願就是 靠著它的修行之後 也靠著它發願願生極樂世界 這樣的話才算是淨土門 才算是十九願的那種 那假設一個發菩提心修出功德的人 他沒有發願往生極樂世界 那麼跟阿彌陀佛跟極樂世界 就通常沒有關係 那這樣的人 他臨命中的時候 也不可能蒙受阿彌陀佛率領著大眾 來迎接他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那樣的因 不可能導致那樣的果 還有這個發菩提心 概料來講 有兩種 就是聖道門的菩提心 跟靜土門的菩提心 也就是 南行道的菩提心 跟一行道的菩提心 我們靜土門的菩提心 就是願生彌陀淨土 這個就是靜土門的菩提心 那麼 ´相當球 所以就是 湖死掉 那 根本就是 сосern 其中 微 七 非 其中 點 所以成佛方菩提心行菩薩道目的就是为了众生救助众生离众生 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能够倒架持航 就能够有无量光无量寿 无量的悲心智慧神通运意方便来救助众生 所以变生弥陀净土就是净土们的菩提心 而且才是真正的菩提心 因为往生极乐世界就能够成佛 那我们别怕不能度众生 不想度众生 只怕不能成佛 一旦成佛的话 那就自然的想要度众生 而且有能力度众生 所以真正的菩提心可以说是怨生弥陀净土的心 才是真正的菩提心 至于我们凡夫所发的菩提心 其实只是嘴巴练练这个四红式愿的愿文而已 根本都不能相用 因为我们是凡夫 末法时代的凡夫 堪称之强盛的凡夫 业障深重的凡夫 所发的菩提心 是有心无力的 甚至呢 既无力也无心的 为什么呢 众生无根是愿度 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有真正在做做得到吗 做得到的 因为众生无根是愿度 众生的需要 众生有所需要 而我们 我们 可以 为他帮助他的 这个才是众生无根是愿度 可是放眼 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 需要 需要的众生很多 众生的基本需要就是 骑马吃了 穿了 住了 因为匮乏 那这个世界上 缺乏物质 那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必须把自己 所有的 都要布施给他们 因为他们目前正所需要 那发菩提心的人 就要舍己力人 要难舍能舍 难舍能舍 难忍能忍 难忍能忍的 所以 所以单单 众生无根是愿度 我们只是给他 物质的需要 而已 不是现在就能够救度他的 生死轮回 那单单这一点 我们就未必能够做得到了 那可见呢 这些 还能不能断 因为布施 也是针对着我们 贪嗔痴 贪 这个 煩恼 同时 布施 也是在熏悉 培养 否得慈悲心 那这个我们都做不到 所以 以我们来讲 我们 没有再真正 发菩提心 这修诸功达 就是很多 我们也做不到 由于环境 跟气 等等做不到 接下来请看 第三个标题 第十八愿 念佛往生愿 根本愿 第十八愿明 念佛往生愿 凡事专称明 明佛佛理 即是承托明佛愿力 也就是明佛第十八愿之力 今生 今生 就定往生 而且生于暴徒 只知一生不处 不在九品之中 此吉 本愿称明 凡夫入暴 平生夜成 献生不退是义 这里面所讲的说 只要专真 明佛无名 就是成功明佛愿力了 因为 第十八愿 只讲念佛 那第十八愿 他已经成就了 已经成就了 所以第十八愿 不但有那个愿 也有他的力量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只要 相应第十八愿 跟第十八愿相应的 就都能够靠上 第十八愿的愿力 第十八愿的力量 那第十八愿讲念佛 因此只要念佛的话 本身就已经靠上了 第十八愿 所以赞导大师 对第十八愿的解释 赞导大师对第十八愿的解释 有很多 其中有一段法语解释说 若我成佛 十万众生 愿生我果 称我名字 下至实称 成我愿力 若不生手 不取证券 善导大师 这段法语 所解释的 在第十八愿当中 在第十八愿当中 善导大师多加一个成我愿力 这显示 只要专身能够佛领的人 就是依靠的阿弥陀佛领的人 那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 当然能够往生 没有阿弥陀佛的愿力 就不能够往生 而且呢 而且呢 第十八愿的往生 是生在这个 生在这个 暴徒 生在暴徒 而且呢 在九品 胎包当中 其实 极乐世界都是暴徒 不是化徒 极乐世界 也不是 所谓的仕徒 仕徒 就是 还圣同居徒 包变有余徒 十暴中原徒 还有 长吉光徒 这是一般的净徒 分别这四种 来跟死亡众生的 各种根基相有 但是阿弥陀佛的净徒 却不是 阿弥陀佛的净徒 只有一个 就是暴徒 也就是 十暴中原徒 当然 阿弥陀佛本身 是佛 所以当中 也有长吉光 在里面 可是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我们来讲 那个土叫做 暴徒 也就是 阿弥陀佛的果 果报 的土 叫做 暴徒 而阿弥陀佛的果报 是为了他自己吗? 不是 是为了死亡众生 所以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都是在暴徒当中 只不过有差别 在无量寿经的后面 后面 流通混的地方 有说 信尚弥陀救度的人 不在胎 胞当中 当下能够见佛文化 与诸菩萨在一起 那如果 怀疑弥陀救度的话 就会再胎公 五百岁 五百岁相等于 关如让寿经所讲的 九品的时间 那么信根矣 就跟这个专修 杂修相对应 能够专修的话 就是专靠弥陀 就是信受弥陀 就是信受弥陀 那如果杂修的话 肯定对弥陀有所怀疑 有所不了解 才会修其他的行 来回向往生 这个是比较为细的地方 那么那第十八念 到了暴徒 直接见佛文化 就能够当下见诸一生补处 所以一样寿经也好 阿弥陀经也好 都说 内容往生 都是一生补处 阿弥陀经说 极乐世界众生生者 就是阿弥陀之其中 都有一生补处 这个其中 都有一生补处 其实就是指 往生到极乐世界 往往都是一生补处的 除非是 要到极乐世界之后 要想到别的世界去暂时 暂时显现度化壮生 而不在那里 做一生补处的菩萨 那么如果以梵文的阿弥陀经来讲的话 是说 反而是到极乐世界的话 都成为清净的 不退转的 一生补处的菩萨 那一生补处的菩萨 其实就是佛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的身份资格 是可以成佛的 显现成佛的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好像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国王 但是有太子 太子 太子 他也可以成为国王 也就是国王如果退位 或者是驾崩 那么他就登上王位 那如果不是太子的话 即使国王驾崩或退位 也不能够登上王位 因为他不是太子 那我们当的极乐世界 只为一生补处菩萨 就好像一国的太子一样 那由于极乐世界 阿弥陀已经在那里成佛了 一个净土 只有一个佛 好像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国王 接下来请看第二页 此第十八愿是弥陀本怀 是四十八愿是根本怀 根本重要之怀 故一人本怀王 王本怀 为什么说 这第十八愿是阿弥陀的本怀呢 因为阿弥陀要救度死亡重生 必须以一个能够平等的普遍的 死亡重生做得到的方法来救度他 那么这个就是练他的名号 想他的名号 变生他的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主要的目的 而这一种内行目的 在四十八愿当中 就是在第十八愿 不在其他的愿 因此第十八愿就是民主的本怀 因为是根本重要的愿 所以也叫本怀王 也就是说 第十八愿是四十八愿当中的王 王本怀 那其他呢 其他不是王 那王呢 是最根本的 最尊最高 而且可以说是唯一不能相比 无二的 接下来 以四十八愿愿愿皆归此愿之殿佛顾 也就是四十八愿之外的四十七愿 都是要引导归入第十八愿 甚至呢 是为第十八愿所服务的 所以 宗族善导道师说 法障比丘发四十八愿 一一愿延 若我得佛使用众生 称我名号愿生我国 下至十愿若不生者不取政权 这段法语是在靖宗圣教集四百八十四顿 也就是圣导道师观经 圣导师贴书玄义份里面所讲的 那这段法语说 法障比丘发四八愿一愿延 也就是说 每愿每愿都在说 若我得我双众生 送我名号愿生我国 下至十愿就不取政权 每愿都在说这样的内涵 这个内涵是只有第十八愿才有 其他的愿没有的 那岂不是圣导大师就是在说 四十八愿都是第十八愿 四十八愿都是练佛 这背后是有含义的 也就是说 其他的愿再怎样的殊胜 如果没有第十八愿的话 那通通我们通通都不大 十十八愿所有的功达 只要有第十八愿 只要我们练佛广生的话 其他的十八愿的功达 我们就能够通通拥有了 所以以第十八愿的练佛 来领取来接受其他四十愿 七愿的这个功能功达 是有这种含义的 接下来 此集社诸愿归第十八愿 又说 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 为离专业弥妥零号得生 这也是在观经书 观经四帖书所讲的华语 这里所讲的 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 意思就是说 无量寿经在讲什么呢 在讲四十八愿 那么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它的核心中心根本主着 在讲专念弥妥零号得生 所以就有一个为 意思就是说 四十八愿只有唯一在于现流 只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够百分之百的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 所以说 为离专业弥妥零号得生 此意显明四十八愿 意在念佛 不再回向修出公道 这也是十八十九相比较 四十八愿当中 四十八愿当中 有十八愿跟十九愿 可是四十八愿之一呢 是在于十八愿的念佛 不在于第十九愿的回向修出公道 接下来 官经流通分为远 持无量寿佛名 不远 官无量寿佛下 也就是说 官无量寿经 虽然他讲十三种官 讲三福九品等等 可是到了流通分的时候 却只有讲要持无量寿佛名 却没有讲要官无量寿佛下等等 使他其他十三种官或三福九品 其不是显示 官无量寿经也跟无量寿经一样 是为了 为了专业弥妥零号得生 因为是持无量寿佛名 不是官向 也不是其他 阿弥陀经也是一样 请看讲义 阿弥陀经简称小经 显多福善在于知识名号 不在三福六度幻想 阿弥陀经里面讲说 往生极乐世界呢 要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意思就是说 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 多善根多福德这个因缘 那至于什么是多善根少善根 阿弥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讲 不过阿弥陀佛有讲 指尺名号 指尺名号 那显示指尺名号就是多善根福德 除了指尺名号以外 对于往生极乐世界来讲 都不是多善根福德 所以阿弥陀经就是显明 指尺名号就是多善根多福德 多善根多福德在于指尺名号 不在于第十九院所讲的 佛伯林修书功德 佛伯林修书功德 可可以涵盖为三学六度万行 三学就是戒定慧 六度就是不实时戒 简注精进成定智慧 那万行就更多了 不过也都涵盖在三学度 不一样 由此可知 凡信徒三心之义 都在明摆显示 念佛为法身民主暴徒之唯一正因 由前面所引用的法语 就可以看出 净土三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经 阿弥陀经 都在很清楚明白的显示 唯有念佛 唯有念佛 才是往生民主暴徒的唯一的正因 不是其他的 接下来 请问第四 第十九愿 修朱功德愿 临终来迎愿 第十九愿名 修朱功德愿 一名 临终来迎愿 也就是说 第十九愿的愿名 有两种 一种叫做修朱功德 一种叫做临终来迎 修朱功德 是就他的因来讲的 也是就我们众生来讲的 临终来迎 是就我来讲的 就阿弥陀佛来讲的 因为由于 由我们众生的修朱功德的回向 才会感召阿弥陀佛 在我们临终的时候 来迎接我们 接下来请看讲译 所谓发佛笛心 修朱功德至今发愿一生我果 朱功德 朱就是很多 所以朱功德可以说是六度万象 包括五戒十善 四地十二因缘 六度波罗密 所有修行卦门 所有善事的实践 都叫做修朱功德 所以修朱功德叫做万行 也叫做诸行 接下来 还一自立修然行 圣道门之三学六度万象等 定善散善之行者 也就要门 回向往生弥陀进谱 弥陀意发此愿以皆引之 占此之众生生 生于九品之中 随其功德大小 而有品位高下 花开尺数之别 但就弥陀进谱来讲 修朱功德回向往生 赞导大师说这是杂形 因为很多很杂 不纯粹不专一 修朱功德是佛教主的基本行持 以圣道门而言乃是正行 但就弥陀进谱来讲 用诸功德作为回向往生 叫做杂形 若能专品弥陀名号 专品弥陀救度 则诸功德无所谓杂形 因为不是靠自己的诸功德往生 还是全靠弥陀的名号 功德往生之故 这必须要正确的明了 以修朱功德发菩提心来讲的话 这是学佛的人 是必要的 也是基本的 只是就静主的往生正因来讲 正因是在于第四八院的专称弥陀零号 那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念佛人专称弥陀零号 那其他的诸功德要不要做 那做的跟第四八院有冲突 是要随远随随随地去做 只是 不是回向我们这个来往生 因为往生在第四八院 在阿弥陀佛罪聚名号案的佛表 通通具足了 我们只要念佛 就具足往生的正因 往生的功德 那其他呢 那么是在日本或者是我们 是我们随奉随远随地应该做而去做的 譬如说 以《观音乐说经》来讲的三府来讲 三府第一就是世府 世府就是孝顺父母奉事施掌 那我们学佛的人 不管圣道门、净土门、自立、他立 我们一定要孝顺父母 奉侍师长的对不对 你们可以不孝顺父母吗 父母生我们的肉身 所谓这个浩天往旗 那么师长生我们法身肺病 恩德也很大 能不恭敬奉侍吗 是要 接下来要发布第一心 要这个慈心不杀 修始三业 这是观念亮寿经所讲 三府之中的第一府四府 孝顺父母奉侍师长 慈心不杀修始三业 所以这不管是圣道门、净土门 我们都要慈心不杀 要爱护动物不杀动物 而且要修始善业 所谓始善业就是 不贪、不撑、不吃、不杀、不盗、不饮、不妄、 眼、其余、两、三、二、口 要随便随便去做 当然如果说能够圆满做得到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的 圆满能够做得到 几乎能够超反入圣 所以三府就四府来讲 我们要就我们本分能力去做 那么第二就是戒福 也就是说要受署三归一 巨子众戒不放威 那对我们来讲 全佛的人不管圣道门、净土门 首先第一就是要三归一 三归一才是佛教徒的资格 至于巨子众戒不放威夷 那是随远跟随利 而去受戒的才有谈到持戒幻戒 没有受戒的就无所谓持戒幻戒 只是所犯的是本性上 本性上的这个缺失 这个叫性戒 也就是说杀到淫乱 不管有受戒没受戒 去诽犯的话 都是有罪过的 只是有受戒的人 又加了一个犯戒的过 那么要不犯威夷 是也不容易做得到 要不犯威夷嘛 要怎么样才能够不犯威夷呢 要心很静定的 很静定才能够不犯威夷 不然往往都在犯威夷 这是就三归的戒御来讲的 那么最高的就是行福 修行的行 就是要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独送大圣 劝尽行找 那么不管做得到 做得到 总之就随远随复随力去做 那么即使做得到 也是尽我们的本分 并不是为了回向往生 才去做这些功德 也不是因为做了这些功德 所以就把它回向往生 都不是 因为晓得 往生的正因跟功德 都在这一句名号 唯有这句名号才是真实的功德 唯有这句名号才是往生的正因 而我们所发的菩提心 所求的诸功德 还不是真实的 还是有肉的 而且我们也做不到 所以就无所谓回向或不回向 所以有关第十九院的 发菩提心说功德 我们要正确的这样理解 那理解错误的话 会认为说 我们是专一念佛 我们是不发菩提心的 也不修诸功德的 即使做得到的 在眼前的 我们也不去做 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 刚刚讲的 修诸功德 像三福 就是具体的 诸功德的内容 当然三福度度也是一样 接下来 我保证在你专一念中的时候 我保证在你临念中的时候 率领着大众来到你的面前 这就是第十九院 这就是第十九院 为什么要发这第十九院呢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 理解第十八院 当下信受第十八院 那他理解不来 信受不来 他就不可能相应于第十八院 那往往会认为说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要往生那样的极乐世界 必须靠自己 怎么样的修行 或者的话 不能够往生 因为他是怀着这一种 观念 阿弥陀佛 要救不到那极乐世界 不得不 不得不怎么样呢 设一个方便 就是说 好 那么你把你的这一些功德 回向往那极乐世界 到时候我来迎接你 这样的话呢 他就能够往生了 他觉得 哎呀 我有这一些功德 可以回向往那极乐世界 不然的话 他认为 哎呀 我没有功德 不能够回向 或者说 我虽然有功德 恐怕也不能往生 那因为看到 阿弥陀佛这个第十九院 他就有了信心 有了这个第十九院的信心 就认为 哎呀 我有功德 不管多 不管少 反正回向就能够往生 这个就是 第十九院 跟阿弥陀佛 跟极乐世界的关系 跟阿弥陀佛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也不是在念佛 只是因为他发愿要往那极乐世界 所以就跟阿弥陀佛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呢 阿弥陀佛说 阿弥陀佛在你灵命中的时候 我来迎接你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善巧方便 所以十九院跟十八院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一个是跟阿弥陀佛 不分开的 阿弥陀佛为这种众生成果的 一个跟阿弥陀佛是分开的 是本来没有关系的 是发愿能让阿弥陀佛临终来迎接他 才有关系的 什么说 第十八院第十九院 彼此是天差地别 一个是跟妮陀 分不开 一个是分开的 是这样 第十八院的念佛 是跟阿弥陀佛 一体相及 不二不离 为什么 我们所念的佛号 所谓丙体一如 佛影跟佛体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念佛就跟阿弥陀佛一体 而且阿弥陀佛是一位光明的佛 因此他的名号也是光明的名号 我们专靠阿弥陀佛的专念名号 就在阿弥陀佛的光明当中 就在阿弥陀佛的生命当中 因为光明就是他的身体 名号也是他的身体 何况阿弥陀佛发念的时候 第十八院就说 做不生者不取正觉 以我们念佛的往生 作为他成佛的条件 我们念佛能往生他才能够成佛 我们念佛不能往生他不能成佛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跟我们 我们跟他就绑架一体 一体不分开 有我们的往生就有他的成佛 有他的成佛就有我们 有我们的往生 因此他这个念成就了 就成佛了 这个念能成就 就有这一尊佛 这个就是第十八院 第十九院不是 因为方普丁修书公道 他不是重念民主名号 所以就没有阿弥陀佛的光明摄取不少 当然 法普丁修书公道的人 他也会念佛 因为念佛也是 所有诸公德当中的一种 只不过是 他把念佛跟其他的修书公道 的修行跟功德 是相提便利的 不晓得 这句名号是万德逢柳 这句名号是诸佛诸王 念佛的功德是殊胜的 是超越其他功德的 他不晓得 所以他平生的时候 没有阿弥陀佛的光明摄取不少 没有 只不过是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才依他的愿意 来显现 来救助他 这个就是十九月跟十八月的天差地北的地方 那如果是修 是化佛修书公道 或化月王极的世界 那就不是剧主法门 就是圣道法门 他就生生世世在沙佛 一直到他 有一生有一世能够成佛 不然还是永远都在沙佛世界 接下来第一个标题 五 第二十愿 植株得北愿 三生果税愿 戏念定生愿 第二十愿 零植株得北愿 一名三生果税愿 一名戏念定生愿 凡虽今生念佛 复杂于醒 然其心不成 愿生不切 执着人天 今生不生极乐 仅直知得本 也就是种下念佛 复杂于醒的素因 以待后生之开发结果 民主也始终不舍弃 仍然引导使其后生或后生 置心回向而广生极乐世界 是故凡虑 民主结缘者始终不空过 能念二三生 必生极乐果 有主通过雨 在水不长久 第二十愿叫做结缘愿 也就是说有一种人 他虽然也知道了极乐世界 也听到阿弥陀这句名号 因此呢 他也多少想着极乐世界 多少念着佛 这个叫做植株得本 细念的佛植株得本 可是呢 他并没有很肯切 愿生极乐世界的心 有这一种众生 那么这一种众生 他没有愿生极乐世界的心 当然这一辈子不能往生 因为他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因 当然没有这个果 但是阿弥陀佛要救度死亡众生 阿弥陀佛是假借种种办法 不放弃种种机缘的 那么既然这一种众生 他有缘 听到阿弥陀佛 多少有在念佛 也知道有极乐世界 也想过极乐世界的庄严 只不过呢 他愿生心不肯切 他不了解 生死轮回的痛苦跟度胃 恐怕 也不晓得极乐世界的永恒 安乐 不了解到极乐世界 就能够离开轮回快速成功 他们不了解 他只是想求走福报 这一辈子的福报 或者下一辈子 再生了为人 或者是升天 只是想这样而已 那么阿弥陀佛呢 就要救度他 因此发了一个愿 不裹罪 也就是说 你既然植株得本了 那么 已经结了远了 虽然这一辈子 没能往生 但是呢 希望下辈子 或下下辈子 总之 不会让你 轮回太久 总要让你 快速的 有一生能够 往那几个世界 这个叫做 三生果粹 也叫做 这个植株得本 主就种下去 种下这个种子 那得本 就其他的这个善事功德 以善事 其他的善事 作为功德的因 根本 有了这个善事的因 善事的功 善事的根本 就能够成为未来的德 未来的这个功德 这个叫做植株得本 种下了种种的善事 成为未来功德的这个种子根本 这个叫做植株得本 那么阿弥陀佛呢 就要让他怎么样呢 终有一天开花结果 就像这个植株 有种子呢 是今年春天种下去 秋天就收成的 有种子是今年种下去 要来一点 或者是呢 好几点以后才收成的 那么第十八月来讲的话呢 好像春天种下去 秋天就收成 我们现在念佛 要确定的临终就能够往生 那第十九月呢 也是一样 只是第十九月是靠自己 修输功德的力量 那么 比较杂也比较困难 那第二十月呢 就是 今生跟阿弥陀佛 结果这个圆 种下了这个念佛的种子 至于开花结果 要等待呢 来年 或好几点 也就是等待 下一辈子 或者是 好几辈子 那么就是 这个就设生三愿 也就是阿弥陀佛 这三辈子 那三辈子 在推广 就是九品 也就是冠经所讲的九品 那在推广的话呢 就是有无量品 无量的根基 那么归纳来讲呢 阿弥陀佛就以这三愿 来涵盖 来涵盖 救度其他的众生 那无非是当生的鸡 或者是未来 结尾的鸡 就是这三种 今天所讲的 都是教理性的 比较枯燥 对不对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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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讲到 这里 讲到这里 祝愿大家 祝愿大家 心眼吉祥如意 然后呢 信佛念佛 得生吉乐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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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Amita